看他这个书 我甚至都能想起 我有的在地方上做生意的朋友 很有意思 他就说 现在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办企业的 就是人自为战 个子为战 我说你都干什么 他说我这要有职工 脑溢血中风死了 好家伙第二天家属 就扛着棺材来了 要钱100万 该多少钱多少钱 不行 就吃你这住你这 你这公司来一个人 抱着大腿 好 我说报公安局 公安局不管的 公安局就是说 你可不能出事 那要是弄伤一个人 弄死一个人 所以现在弄的就是 他也找黑社会 两边就在这整天斗法 跟打仗似的 他说你现在 他说我的很多朋友 甚至是公安局的局长 都跟他讲了 就怕出事 你这反正这个东西 就谁倒霉 落谁头上 谁就丢乌纱帽 你确实很 不值得就中国这社会 现在有些问题 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确实是这样 就是 这就证明公众的标准 公众的标准 在公正这个标准上 它是非常不同意的 而且的话 像刚才我们说 它有不同的这种标准 而且就是 中国人的话 就是 他往往是原则的标准 法律的标准 一定没有 这种情感的标准 伦理的标准 道德的标准大 因为它是一个熟人社会 是个人情社会 他一定觉得 那个标准 比这个标准要大 你像李雪莲的话 你本来你这个事情的话 应该在法院解决 他马上我不找法院 我要去找 管得住法院的 那个现场